来看到九合一选举目前的最新的讯息 因为呢现在传出了民进党内自己所做的民调呢 传出台中以北只有一个县市领先 好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的部分 尤其大家关注的就是陈时中 陈时中他自己的本命区也翻盘了吗 如果母鸡没有办法带领小鸡的话 那这些民进党的小鸡不就岌岌可危 好看到呢吴子佳说 陈时中他的选情是已经挂掉了 他吃到的基本盘最底层 这样子呢会害死绿营市议员的候选人 而另外呢张有华也说了 陈时中的本命区就是大同区 过去是呢绿营进入到锣鼓正天的 但现在看起来都是静悄悄 陈时中的选情操盘人士不知道该怎么救了 另外呢黄阳明他也说 目前就他所了解 所有蓝绿内部的民调呢 都是张善政领先在这个桃源的部分 甚至有绿营内部的民调呢发现 台中以北 民进党就只有一个城市是领先的 前立委林卓水也说 民进党呢年级的选情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无论如何呢总统要超党派 政党呢要立场清楚 不过我们来看到台北的部分 那么国民党的这个造势场合是以中老年人为主 但是呢黄珊珊他的造势场合呢 多是年轻人而且是大雨磅磅也不走 所以看到黄珊珊吸引到的是大部分的年轻人 看到香港媒体中评社也说了 这就是呢台北市长柯文哲让民进党如坐针毡的原因了 好我们就来看到新竹市长目前最新的民调 这是呢本来领先的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洪安 现在呢被民进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沈慧宏后来居上的 看到今天早上呢最新的 这是中广呢跟普洛兹的一个最新的民调 发现呢两人民调是平分秋色 都是呢百分之二十五点九六 而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庚仁 则是位居在第三十四点零四 中王董事长赵上光指出 沈慧宏呢当初民调第一可能是受到的前 新竹市长林志坚论文门的影响 当初呢民进党的支持者可能躲起来不愿意表态 我现在站出来了 所以在九月二十六号所做的这份民调时候 还没有决定者有百分之三十二点零五 看到非常的高 那这一次呢已经降低到了二十六点四六 所以表态者是增增大增了百分之六 显然是转为是表态者呢都是支持沈慧宏的 而这份民调呢是中广盖路普在 十月二十六号到十月三十号所进行的调查 你看看上次上次的这个上位决定有32% 这次上位决定只有26% 就是上次跟这次未决定少了6% 这6%跑哪里去呢 大部分跑到陈慧宏 就上次躲起来 他其实还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他上次大概这个论文的抄袭等等 不太干脆躲起来不讲 高航安其实没差啦 这次跟上次其实都差不多 上次26%现在25.96%几乎一样嘛 国民党零个人也没什么差 上次14.25%这次14.04%也没差 那反而呢国民党去支持高航安的多了 上次国民党支持高航安就15.63% 这次变成33.7%多了一点 也就是上次支持零个人的国民党有60% 这次变成53%少了6% 讲看人不看党 他其实有的是假的 他不是真的看人不看党 他只表示我很大公无私 表示我不受党派的这个偏见 但是呢 那你就问他说你看人不看党 你问这些你上次投谁 上次投谁 怎么都是绿的呢 不是怎么都是蓝的呢 就是他说我看人不看党 他心里有一部分还是有他的这个倾向 但是看人不看党 上次高还只有12.7% 这次变成18.9% 多了6% 这6%就是关键啦 因为看人不看人最多嘛 大部分 起码超过一半都说我是看人不看党 你看就583人说我是看人不看党 你一共才做1068样本 583超过一半说我是看人不看党 看人不看党 这个沈慧宏增加了6% 这边就变成这个关键 所以拉到跟这个高红安一样 那 所以 所以在这几个数字 大概就是造成 为什么这个高红安 高红安没有动啊 高红安还是那样 高红安并没有减少 但是沈慧宏拉上来了 那未来还是20几天会有什么变化 不敢讲 一直到最后 到最后呢 谁能够激发 他这个支持者的投票意愿 这是蛮重要的 好 接下来要请大家继续要来评分了 来看看高嘉瑜的歌声是几分呢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 你觉得他唱的是几分 以勇于表现歌喉出名的民进党立委高嘉瑜 昨天是到了南下嘉义 为嘉义县长翁张良 还有部队政长来做联合竞选总部时 他站台来助选 一上台呢 他就唱了三首歌 而且呢 他还走到下面 想要跟下面的民众来互动 那当然第一个人好像也没注意到他 还没有跟他握手 不过呢 整场看起来就好像是高嘉瑜个人的演唱会 就来听听他的歌声如何 看着你心会开 我的心会开 我的心会开 那秋林妈妈 我相信我已经快了 快要把你忘掉 更寂寞 再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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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人的好处就是好说话 做事比较方便 但是要以生买什么都有 爱什么有什么好吗 要听歌我就马上来唱歌 因为我唱歌就是最好听 大家要邀请我 就是想要听我犯状唱 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 就算很受伤也不闪雷光 我知道 我一直要刷一心的翅膀 带我飞 飞过绝望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 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baby 儿童 孕妇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Go 欢迎大家上快点Go